记者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 中国大洋83航次目前正在大西洋开展作业 深海一号大载蛟龙号首次在大西洋开展了深海调查研究 这是中国载人潜水器首次在大西洋开展夏浅作业 本航段首次在南大西洋铜管巡美等多个热夜区 开展了载人深浅精细化调查 同期开展了南大西洋海山生态系统调查 目前蛟龙号技术状况良好 在南大西洋已顺利完成23次夏浅 并创造了9天9前的夏浅新记录 获取了地质生物等样品约300件和环境视像等数据约4TB 丰富了全球深海生物多样性的认识 有效支撑全球深海生物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及维持机制研究